另外为了让超过百年历史的 郊西中秋节荡秋千永续传承 郊西公所邀请地方齐老 来谈典故由来荡秋千的制作 以及相关的习俗 而蓝阳技术学院也制作文字及影像记录 未来将申请文化资产 由于公所对中秋节荡秋千的文史记载 不够丰富详细 所以才会透过地方齐老的记忆 要用影像跟文字记录 未来送交县府登陆无形文化资产 做细数文字上的记载 然后装定成册 要报到管政务的文化纸 来登记 这应用就是打开文化 海上的文化的资产 所以说 特别做比较相识的记载 所以说今天可以拜托这些人来帮忙 最主要就是大家以后的海上青春 让大家可以了解说这个原故是安行的来的 代表会主席吴朝皇跟代表林金昭 都曾经参与荡秋千的活动 所以感受到当时的生活环境跟现在的不同 做小孩的政策 我这里是这些政策 是都会去把生理人 没看过没东西 宣传啦 那就是最好的 萊萨啦 营萨啦 萨文啦 这就是做一个政品 我的小孩都扣扣 如果教材去摘一带 然后我也拿来 以前的Q00和老朵完全不从 但是这些顺忠之所以 大家都没得问题 我现在说ossa red doll 六十年将 你若乱动这是 今年七十七 十七我却摘一带 那么我那时候 existe 机会活奋 後來一年一年一年,如果說就課程告,他說這份國民會議題 雍貴的點數不是大家的財產,大家的財產生事業做一項事 什麼有儲物、有刷、什麼安全的工作、什麼所有工作 雍貴的全部完全考慮你的技術、考慮你的技巧 那不是太財產生事業做完畢了,那時候人家常常要練 都看他們幾乎兩輩子的人,跟這個腳僵的條件 一腳的僵條一腳的貪 郊西當舊簽歷史有123年,中間曾經停辦 從民國99年開始,公所擴大舉辦 已經成為現在中秋節重大的民署活動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